小麦烘干塔的工作原理和优点 小麦烘干塔是一种用于小麦烘干的设备 主要用于去除小麦中的水分 提高小麦的储存稳定性和质量 小麦烘干塔通常采用高温强风的烘干方式 可以快速降低小麦的水分含量 提高小麦的储存价值和销售价值 小麦烘干塔的工作原理是将小麦均匀地放置在烘干塔内部的网格层上 通过加烘烘干塔内部的空气使空气中的水分蒸发 从而达到烘干小麦的目的 通常情况下小麦烘干塔的烘干温度在50到70度之间 烘干时间在6到12小时之间 具体的参数需要根据小麦的种类 初始水分含量和烘干要求等因素进行科学调整 小麦烘干塔的优点是烘干效率高 操作简便、节能环保、烘干质量稳定等 同时小麦烘干塔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如防止粮食燃爆、防止粮食过度烘干 注意通风和防潮等 在使用过程中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调整和管理 以达到最佳的烘干效果和经济效益